持续入下花莲阿美族部落传统以理性也即将展开了 不过近日却有一家知名旅宿业者已参加光复乡马泰安 以及泰巴朗部落以理性祭典提供接驳服务知名来揽客 引发马泰两大部落的强烈反弹 虽然业者即刻下架该项服务 同时也在官网上发表声明致歉 但已经在网路上掀起争议 马泰安部落计划在24号召开部落会议来讨论决议 花莲这家知名旅宿业者推出以光复乡马泰安 以理性祭典接驳服务的包装邮程 掀起了马泰两大部落族人的强烈不满 在社群网站上怒斥业者不尊重部落 虽然业者即刻下架该项邮程服务 同时在官网上发表声明致歉 但已在部落掀起热议 对那我看到这个就是以理性作为招揽 就是旅游生意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些有些愤怒是因为 如果就就理性来讲 我们是一个学习的现场 跟一个学习文化的环境 当我们正在做文化学习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外面有那么多游客 这是被接受的吗 其实他们应该是要先问部落的人 部落的族人 看他们预见是如何 应不应来安排这样的行程 这样是比较恰当一点的 不要说贸然的就开始去做这种动作 所以部落的人很多人就是 有点不认同他们的做法 由于业者在未告知部落的情况下 擅自以部落一例性之名 进行商业行为 引发部落齐老青年干部的重怒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不尊重 对年轻人来讲非常的反弹 那我们部落的头目 我们的部落领袖也好 或是我们的齐老 对这个事情都下达了 就是要特别的要注意 要做一个讨论 其实从他们的那个 招揽客人的 招揽生意的那个贴文里面 其实是感受不到他 对于他即将来到的这个 两个部落有足够的认识 这是就是可以 只能觉得他很表情 他用很 好像很收起的方式 希望能够吸引客人来到这边这样 事实上对于近几年来 部落的文化祭典 与观光产业两者冲突 时有所闻 而两者之间如何权衡 进而互利发展 再者也借此深化 台湾全民的原住民族教育 部落族人也提出看法 文化观光这件事情 有点误导 大家可以 就是来到 以敌信的现场 当然不是说不可以 只是每个部落 他在 在举办以敌信 这件事情 其实是不一样 是很慎重 至少在泰巴两者讲 是很慎重的 他是很多人集体的参与 我们的文化 要让外地的人都不要认识 尽而才能尊敬 尊重我们自己部落的文化 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不要持开放的态度 不过还是要尊重部落 不要不可以这样子 去开始做这样的动作 业者面对部落反弹 与不满 仅在官网声明致歉 近代6月24日 部落会议讨论后在意 目前也暂时不对外 做任何回应 而马泰安与泰巴朗 两大部落 对业者的态度感到遗憾 尤其马泰安部落 起老爷已启动部落机制 6月24日召开部落会议 做后续的决议 接着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